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中国焦点节目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趋势 越来越多的中国年轻都市人 郑永向被称为青年养老院的旅游目的地 这些地方并不是城市中的繁华打卡热点 而是简单的乡村住宿 让年轻人逃离快节奏的生活 重拾内心的平静 在苏州的客栈里 年轻人们分享着他们对于生活的感慨 这些青年养老院不仅是住宿的地方 更是心灵的避风港 随着生活压力的加大 这股潮流显示了年轻人对心理健康的重视 以及对简单生活的渴望 他们在这里参加晨跑、瑜伽等活动 重新找回生活的乐趣 此外,中国政府在应对经济低迷方面也不遗余力 推出了6万亿元的债务置换计划 旨在激活地方经济 这一措施引起了市场的广泛关注 同时,中国在美国的债务困境和美元武器化的背景下 也在寻找安全的避风港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中国苏州这个风景秀丽的城市中 一股新的旅行潮流正在年轻人之间悄然兴起 他们选择的目的地 并非是那些2023年社交媒体上热议的打卡的 而是一个各简谱的乡间小站 这些被称为青年养老院的地方 以提供都市人一方心灵的净土而闻名 来自北京的27岁女子在这里稍作停留 她说道 城市的喧嚣和压力让我喘不过气 在这里,我能重新呼吸 在这些客栈中 年轻人们仿若找到了通往自由和宁静的时光机 一位20多岁的男士则是这样描述她的感受 就像回到了儿时的家 这些客栈的吸引力在于他们能让人逃离现实压力 享受如同退休老人般的悠闲生活 据Novaca的数据显示 这类设施在微博与抖音上的热度自5月以来显著上升 吸引了众多90后和千禧一代的目光 这些年轻人希望能过上日出而坐 日入而习的简单生活 对于这些二三十岁的中国年轻人而言 从小便需面对严峻的学业竞争 很步步紧逼的职场压力 曾几何时 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让他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然而当前经济的低迷却让许多刚步入社会的大学生感到前途渺茫 这些青年养老院正式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可以短暂逃避的地方 让他们得以重拾内心的宁静 26岁的客栈经营者说 看到客人们在这里找到放松后脸上洋溢的笑容 是我最大的满足 这些客栈价格清明 住宿月租金仅需600元 约84美元 自开业以来 已有数百名客人在此找回生活的乐趣 他们在这里参加晨跑 瑜伽课程甚至手工艺制作 重新感受到生活的美好和久违的放松 这股青年养老院 风潮不仅显示了年轻一代对于简单生活的渴望 也反映了他们对心理健康的重视 居于快节奏社会能够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 无疑是对抗现实压力的有效良方 转向更大的经济视野 中国面对的经济挑战也需要得到全球关注 正如SCMP报道的观察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宣布6万亿元人民币债务置换计划 虽不及预期的10至14万亿元 但这一措施适时而适度 展示了中国面对经济低迷的积极应对 此次经济举措不仅易在减轻地方政府的债务负担 还希望能激活在北京经济蓝图中举足轻重的地方政府部门 这一计划的推出有助于减少地方隐性债务 并为未来的经济振兴铺平道路 中国经济已显现复苏迹象 如贸易和采购经理人指数的改善 以及零售和消费的回暖 财政部长兰福安表示 未来可能会推出更多刺激措施 以支持北京的约5%增长目标 在全球视野下 美国选举结果对中国经济政策制定的影响依然未明 然而 中国已经做好应对任何经济惊奇的准备 进一步探讨全球金融体系 中国在面对美国的经济战争中 正寻找基于美元之外的安全选择 南华早报的报道指出 美国的制裁和其国债问题 引发了中国对持有美元资产的长期担忧 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 而这些储备的相当部分为美国国债 随着特朗普重返白宫的可能性 中美金融关系的紧张局势可能加剧 这使得中国必须考虑如何在安全和经济利益之间取得平衡 自2014年以来 中国已经开始减少持有的美国国债 这一决策的背后有着对美元武器化和美国经济政策的不信任 前中国央行顾问余永定曾建议减少美国国债持有 并警告其潜在风险 尽管如此 美元在全球金融中仍然占有主导地位 中国的挑战将在于如何在不影响其巨大的外汇储备的情况下 逐步减少对美元的依赖 面对未来 中国可能会推动人民币的全球使用 以寻求更多的经济自主 这包括在离岸市场上更多的使用人民币 甚至使用非美元货币如欧元和日元进行国际交易 这一策略的成功与否将取决于中国能否在加强自身金融体系的同时 逐步摆脱对美元的依赖 这些努力不仅有助于巩固中国在全球金融市场的地位 也可能在未来重新定义中美之间的经济互动 综上所述 无论是年轻人逃离都市压力的青年养老院 还是中国在全球金融纷争中的策略选择 这些都反映了对生活质量和经济稳定的共同追求 这些变革的浪潮对个人和国家而言 既是挑战 也是机遇 未来的世界将如何发展 或许正取决于在这些抉择中的每一步前行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 我们来谈谈这个现象 中国年轻人涌向所谓的青年养老院 这其实是对当前快节奏生活的一个完美反驳 在这些地方 年轻人可以逃离城市的压力 重新找回生活的乐趣和精神的平静 这是一种健康 积极面对压力的方式 当然 这也显示了我们这一代对心理健康的重视 这在过去的中国社会中并不常见 这不禁让我想起陶渊明的 归起来西 这是一种现代版的归隐田园 给予年轻人喘息和反思的空间 我是评委和李 我想对两位精彩的辩论做出评论 楚天书和写奇迹的观点都非常引人入胜 各自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青年人选择青年养老院现象的深层意义 楚天书的辩论强调了年轻人追求精神平静的需求 他提到这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 体现了对心理健康的重视 这与传统社会的压抑形成了鲜明对比 他引用陶渊明的归去来西作为例证 让人联想到回归自然的渴望 但我认为这样的比喻虽然美好 却未必能完全反映当前的现实 逃避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 年轻人面对的压力不仅来自于生活的节奏 还包括社会的竞争 家庭的期望等多重因素 谢奇奇则以相对尖锐的视角进行反驳 他指出 所谓的青年养老院其实是对现实的逃避 这样的做法可能会造成一种社会的负责任感缺失 年轻人在逃避现实的同时 是否已经忽略了应该努力面对和解决问题的责任 他的观点提醒我们 生活的苛刻病不应该成为我们放弃奋斗的理由 而应该成为我们成长的动力 总体来看 两位辩手都展现了年轻人心中的矛盾与挣扎 在快节奏的生活中 追求内心的宁静固然重要 但逃避现实的行为 却可能使问题更加恶化 楚天书的论点让我们反思 如何找到生活的平衡 而谢奇奇则警警我们 责任与奋斗才是年轻人应有的姿态 在这场辩论中 我们看到了年轻人对生活的不同诠释 也感受到当代社会中对心理健康与生活压力的多角度认识 希望未来的讨论中 大家能更深层次地探讨 如何在快节奏的生活中找到自我 既不逃避现实 也不失去内心的瓶颈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都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